竹子换盆的时候 咱们掌握几个注意事项 后期成活率超级高 咱们在给竹子换盆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先准备好盆和土 选盆选土 咱们目标就记住五个字 排水便积水 这样就极大减少你后期养护的难度 尤其是减化你浇水的难度 底土正常添加5到10厘米 用生物有机肥做底肥 搅拌一下 避免肥料和根系的过多接触 把竹子拔出来 比较一下高低 这时候注意啊 竹子里这个根系 不能晾晒 晾晒以后根系失水 这个竹子直接就嗝屁 第二个注意就是护心土的去核流 如果是黄泥土 咱们要留护心土 黄泥土洗根对毛细根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洗根以后风险也比较大 如果原土求是吃予土 那么新土旧土都是吃予土的话 那么不洗根 原土求是吃予土 新土是泥炭土 咱们要把吃予土去掉 都换成泥炭土 这样后期教学简单 不容易出现问题 咱们添土的时候 要把这个竹子的根系尽量分散 根系越分散 后期生长越旺盛 根系千万不要扎堆种植 咱们正常去添土 表面不要埋得太深 原土求尽量漏出来 这时候追加一勺生物的肥 刺激它快速涨根 浇水咱们要多浇两遍 一定要浇透 后期养护的浇水 咱们先浇到这个原土求的黄泥土上 再去浇周边的土壤 悬土选盆不积水 根系分散去种植 有机肥料畜生人 后期浇水不浪根 别忘了点赞关注